9月7日,中印尼合作建设的雅加达至万龙高速铁路开通运行 印尼中国高铁公司总裁德维亚纳、斯拉梅特、李亚迪确认 雅湾高铁即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式运行 届时,两地间的通行时间将大幅压缩 由3.5小时压缩至40分钟 银红配色的帅气动车组设施齐全的现代化车站 种种因素都让雅湾高铁在印尼的关注度节节攀升 成为当地的顶级网红 雅湾高铁是印尼和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 标志着印尼率先迈入高铁时代 中国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 也展现了中国高铁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 雅湾高铁将成为一条全面服务印尼人民的发展之路 民生之路、共赢之路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首次乘坐雅湾高铁 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乘坐雅湾高铁 在列车以350公里时速运行时感觉很平稳 很舒适 印尼媒体人瓦阳阿古斯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雅湾高铁 我亲身感受到了传统火车和雅湾高铁的区别 作为印尼人能有这样的高铁 我感到很开心 因为这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 由印尼与中国合作建设而成 建设期间 两国工作人员互相交流 互相合作 印尼还能从中国学到很多先进技术 雅湾高铁开通运行后 9月7日至9月30 在雅加达哈利姆站至万隆德卡卢尔站间 按列车运行图每日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沿线市民可向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预约免费乘车体验 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长张超介绍 前期在正式运营之前 可以免费试程 以及正式运营之后 在一定时间内 按照原车的车票进行一定程度的折扣 是没有体验过 或者说是由于各种原因受限的 消费者和旅客能有机会体验 这也是我们整个大型基础设施 为印尼民众普遍服务的一种考量 印尼当地时间9月9日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坐着火车看世界活动 走进印尼 雅万高铁动车组 科普文化交流基地 街排一式 技首届车迷开放日活动 在万隆德卡卢尔动车段举行 印尼民众首次走进雅万高铁动车之驾 现场零距离探访雅万高铁动车组 领略中国高铁科技魅力 雅万高铁动车组 科普文化交流基地 由中国中车联合中印尼高铁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北京局共同设立 是面向印尼民众的科普文化交流平台 旨在让更多印尼民众走进雅万高铁 了解中国高铁技术 并更好地展示中印尼合作成果 为增进两国民众交流互建和民心相通搭建桥梁 基地设置在雅万高铁动车组运为大本营 德卡卢尔动车段联合检修库 雅万高铁11列载客运营用的高速动车组 和一列综合检测列车都在这里进行围保 在该基地 印尼民众可以实地体验雅万高铁动车组 参观列车围保现场 同时 基地还设置了近200平方米的科普文化交流主题展厅 在展区内 不仅以视频形式展示了雅万高铁动车组科技成果 还一并展出了40多种覆盖时速60公里至600公里的中国列车模型 高铁列车VR虚拟现实技术与交互系统 中国高铁工匠作品以及中国书架 为印尼民众带来兼具科技感和人文性的高铁科普与文化交流平台 包括来自印尼各地的车迷 学生等在内的近500人参加 在活动现场 一列列雅万高铁动车组整齐静卧在检修库内的轨道上 十分壮观 零距离探访体验雅万高铁动车组 沉浸是参观科技感十足的主题展厅 也让现场印尼民众直呼震撼 印尼民众伊卡说 基地展出了很多先进的中国列车科技 令我大开眼界 我对雅万高铁和中国高铁技术有了更直观深入的了解 家住万龙的网络博主丹尼在现场为雅万高铁列车竖起了大拇指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雅万高铁动车组内部参观 列车非常现代化 外观很漂亮 车厢内部设施也非常舒适 而且拥有很多先进技术 这些都令我惊叹不已 其他国家一定要找中国修高铁 印尼民众卢坎达塔亚纳说 雅万高铁动车组的速度令人震撼 它最高能以时速350公里运营 希望我的朋友们也能来体验高铁 雅万高铁为印尼带来了全新的高速交通方式 可以让旅程变得更便利更高效 我对印尼拥有高速列车而感到激动 雅万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铁 是印尼和中国卓越的合作成果 见证了印尼速度 也见证了两国的友谊 来自印尼巴厘岛的大学生阿克巴尔说 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 全要素全产业链 在海外建设的项目 雅万高铁呈包商联合体 设计部长郭磊介绍 列车融合了印尼的本土文化设计 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车体外观呈流线型 采用银、红色涂装 寓意繁荣昌盛 配有由印尼国宝及动物科目多龙文理抽象的 红色多边形图案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内饰主色系为灰、红、蓝三色 取自印尼婆罗浮屠佛塔、国旗和海洋 座椅均嵌有印尼巴迪克风格的祥云图案 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为动力分散型动车组 最高运营时速350千米 具有技术先进、安全智能、环境适应力强 本土特色鲜明等特点 郭磊介绍 高铁采用智能感知技术 配置地震监测预警系统 通过全车设置的2500多个检测点 可对所有关键系统进行事实检测、预警和诊断 采用高标准的耐辅实设计和先进防护技术 更具耐延误、耐子外线老化能力 设置高加速模式 爬坡性能更优 可在千分之三十的大坡道上实现安全启动 2018年6月 雅万高速铁路全面开工建设 高铁沿线地质环境复杂 工程建设难度很大 印尼地处、欧亚地震带和环太平洋地震带的交汇区域 地震活动频繁 建设方采用了高地震烈度区 相量检隔阵技术 使得桥梁可承受8到9级的地震强度 简单来说 当地震烈度很大的时候 桥梁之座和桥墩连在一起 就会把桥墩拉倒 检隔阵技术相当于谢能 把力量作用在检隔阵之座上 最终可能只是破坏了检隔阵之座 但是整个的桥梁没有破坏 桥梁设计就是要做到 大阵不倒 中阵可修 小阵不坏 雅万高铁的人才培养 同样是按照中国标准 一年级学员的培训内容和标准 是根据中国高铁培训规范 并结合印尼学员实际制定的 为了确保雅万高铁的顺利开通 和初期运营安全 中国从国内选拔了800多名 具备高铁岗位资格和丰富经验的 操作技能和管理人才 负责雅万高铁初期 除客运服务外的其他运营工作 并同时对印尼当地员工 进行手把手的实作培训 雅万高铁运为联合体 综合管理系统培训与发展部 培训专员宋怀峰介绍 此次培训岗位共有六大类 分别为动车组司机 高铁调度员 高铁车务应急职守 及车站综控员 动车组机械师 铁路碳商工 不同专业的学员 将接受为期一至六个月 不等的理论培训 计划选拔培训600余名 印尼籍运为人员 随后他们将到雅万高铁 也进行实作培训 对本地劳动力就业拉动作用明显 10月初将正式售票开始商业运营 列车的开行数量由市场需求决定 旨在便利民众出行 雅万高铁的成功修建 证明了中国制造技术的先进性 稳定性和适用性 展现出了中国基建的硬核技术实力 高铁建成后 将有利于中国同其他国家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合作时推广使用中国方案 中国标准 中国技术 极大助力中国制造走出去 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基建合作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积极示范效应